一走進個案家中 全堆的雜物堆得四處都是 連走入空間都沒有 一打開門看到的時候 那個家裡是沒有辦法居住的 整個那個煤味跟整個空間 通通都是被垃圾堆滿了 那四個小朋友住的房間 就比我們家的浴室再稍微大一點點 一個太太和娶四個孩子 所以她比較沒時間來整個這間店 感謝 讓我發動這樣 我們30歲的人把我們的家庭 這四個小孩給她的環境 這個生活環境可以改善 原來案主是擔心媽媽 一人撫養四個未成年孩子 經由學校社工轉介 不捨孩子在這樣髒亂環境生活 實際志工動員幫他們大掃除 是老鼠 蟑螂 把孩子身上都咬得都烘烘的 那孩子 姐姐也因為皮膚病 異味性皮膚病 然後抓的那一天來看到 他也是抓的滿腳滿手 都是紅點 通紅這樣子 所以真的是看了很捨不得 能有這樣的就是溫暖的一個 一個人群來關懷這家庭 我是覺得他們家庭真的是蠻需要的 對 也很謝謝慈濟的幫忙這樣子 案主一家一句感謝 志工所有辛勞全一掃而空 期盼透過這次清掃 仍然讓他們一家人好好過生活 大家新聞之下 美志工 高雄綜合報導